Hello,大家好,我是李晨伟老师 今天是11月8号 如果在你的手机号码当中有1108这样的一组数字呢 这组数字是最适合修行的 所以呢,如果拥有这样的数字 可能你会比较喜欢出家或者是灵性方面的一些修养 那如果没有修行方面的话 拥有这样的一组数字 在你的这个事业上 它的这个聪明才字往往会发挥在 不是很正规的地方 就是比较喜欢不守法律 利用一些按的手段来赚钱 那这样的一组数字呢 有时候比较容易有这个官司和是非 有时候也会存在着一些欺骗的行为 在这个婚姻方面 它有时候会容易有这种一夜情而影响婚姻 健康方面比较容易有心脏病 血液方面的一些疾病 开档手术 你需要 请不吝点赞 转发布 这这种地方是我们的个人 在这种地方可以做这种 这种东西是谁家人